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周 今天我姑姑给我打电话来 叫我过来帮她干活 他们那里因为修路 老房子要被拆迁 现在已经被拆了 叫我过来帮她盘一下那个砖 现在到我姑姑家了 这个是我姑姑家的新房子 我们去看一下她那个老房子 拆的怎么样了吧 这个就是我姑姑家的老房子了 我已经被拆了 现在我姑姑在干活 姑娘,谢谢我拿着帮忙 帮我把砖盘到那里就堆结 好,要得 谢谢 现在我姑给我找了一套工作服 现在穿上了 走吧,去干活去了 今天来体验了一下 农民工的生活 我才干了 两个小时,手就起泡了 这一堆砖 还有那边起好的那一堆砖 都是我用手踢的 这边搞完了 那边还有一大堆 啊,搞得好累啊 手都搞得好痛啊 还有这么多 大家看一下 干这个真的太辛苦了 那些农民工一天拿 500-800就是应该的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可以评论留言 大家不要羡慕 农民工的东西有多高 真的很辛苦的 一般人是干不了的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么辛苦的活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